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中國有一個群體叫做紅二代 這個詞並沒有任何學術機構給他下一個準確的定義 一般我們說紅二代就是指他的父母 在49年之前就加入了中共,而且當了大官 不管他自己本人現在是在從商還是從政 或者什麼都沒幹,他就叫紅二代 大概在十來天之前有一個紅二代 在香港的陽光衛視的老闆陳平 他在微信上面轉發了一封公開信 公開的號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習近平是否還適合擔任現任的職位 這就是在公開的號召反習政變 由一個紅二代的人來號召反習政變 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所以說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4月1號的這一天 自由亞洲的一位記者就採訪了陳平 談到了關於這封公開信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這個採訪就透露出來有一些跟紅二代這個群體 相關的重要信息 陳平告訴這個記者 說這封公開信表達的是既得利益階層的一個共識 他所說的既得利益階層指的就是紅二代 中國現在有很多超級富豪 這些超級富豪裡面90%以上的都是紅二代 紅二代從政的人也非常的多 當的官也非常大 那習近平和他的親信小圈子 之江新軍他們是掌握著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 不錯,但是呢 紅二代他們也控制著大量的政治資源 經濟資源 如果是紅二代協調起來 團結起來要對付習近平 那是真正是有力量的 所以說紅二代這個集團他們的這個意圖 他們的判斷,他們的行動 對於未來中國政局的走向 會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所以說值得大家特別的關注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紅二代這個群體內部的分歧是挺大的 2015年的時候就發生過一件很有趣的事件 就是有一次紅二代在北京聚會 其中有一個叫孔丹的就在會上發言 批評中國人現在是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如何如何的差勁 另外有一個叫秦曉的紅二代 就對他反唇相擊 說你這麼有信仰 怎麼會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國去呢? 怎麼不堅持在國內搞革命呢? 孔丹理屈雄 就對秦曉破口大罵,罵三字經 這件事後來就被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給記錄下來了 傳到了網上 紅二代裡面像孔丹這種 那叫做保守派 他們這種人非常多 像陳雲的兒子、陳元 還有陳毅的兒子、陳曉鲁 還有王正的兒子、王軍 都是屬於這種人,保守派 像秦曉這種開明派也不少 像胡耀邦的幾個兒子 還有任志強、還有這次的陳平 都算是開明派 這兩派過去是談不到一塊的 現在情況改變了 2018年習近平修憲要搞終身制以後 紅二代他們之間的吵架越來越少 共識越來越多,因為大家都感覺到危險了 感覺到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利益 受到了習近平這個集團的巨大的威脅了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是習近平他集權成功了 成了毛澤東、金正恩這樣的人物 那麼其他的紅二代就遭殃了 那就變成了潛在的劉少奇或者是張誠澤 習近平成為刀主,其他人就要成為魚肉 所以說在這個巨大的危險面前 這些紅二代他們就慢慢走到一起了 就達成了共識了 任志強寫的那一篇《痛罵習近平》 是這個不穿衣服的小丑的文章 那就是表達的紅二代的共識 陳平的轉發的這個公開信 還有這一次的這個訪談 也是在向外界傳達紅二代的一個共識 可以說他們都是紅二代的發言人 任志強他的財產和肉身都在國內 現在已經被軟禁起來了,發不了言了 陳平因為他的財產主要在香港、在海外 他本人我估計搞得不好現在人都已經在美國了 所以說他比任志強更適合當紅二代的發言人 好了,那我們來看一看 紅二代掌握著巨大的政治經濟資源的群體 他們到底達成了些什麼樣的共識 他們到底是怎麼想的? 第一個共識當然就是 他們都想把習近平拉下台 公開信就是要求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 討論習近平的去留問題,這就是要習近平下台 剛才說了習近平他要搞獨裁、搞終身制 讓大家都覺得盲刺在背 習近平還有一個做法,也讓所有的紅二代都接受不了 就是習近平在國際上四面出擊,到處樹敵 尤其是跟西方國家對著幹 現在已經遭到了西方國家的圍堵 遭到了西方國家的反擊 而這些紅二代他們絕大部分的財產都已經轉移到了西方 老婆孩子都已經送到了西方 甚至是小老婆私生子都已經有了西方國家的身份 所以說他們都不願意跟西方國家的關係搞僵 這是他們跟習近平之間的一個根本的利益衝突 習近平他可能能夠運用他的現有的資源 能夠拉攏少部分的紅二代 但是他沒有辦法買通絕大部分的紅二代 所以說在紅二代當中反習是一個主流 第二個共識就是這批紅二代他們都認為 都知道現狀維持不下去了 一定會變 但是他們希望比較有秩序的變 是按照陳平自己的說法叫做穩變 是穩定的穩變化的變 那怎麼樣能夠穩變呢? 陳平的這個公開信裡面就提到了 就是在政治上先把習近平拉下馬 有李克強、汪洋、王岐山這些人來共同主政 然後在政治上實行自由化 比如說保障言論自由、實行司法獨立 在經濟上就是保障私有財產權 在外交上面又重新走回過去的 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的老路子 還是搞對外開放 同時對香港態度要緩和 對於台灣不再強調武力統一了 好,這些主張就完全符合紅二代的利益 比如說保障私有財產 他們現在已經先富起來了 富得牛油、富可敵國 當然不希望這個財產被習近平隨意的剝奪 他們也不希望、更不希望人身權利受到傷害 所以說希望司法獨立 而且他們也希望自己在海外的財產受到保護 所以說要跟西方國家搞好關係 不主張打台灣 因為武力犯台一定會遭到西方國家的制裁 但是這一封信裡面 他沒有提到任何民主化 沒有提到多黨制、沒有提到選舉官員或者是地方自治 這也就是說直到現在 紅二代他們想搞的還是有限的改良 而不是真正的實現民主 那麼他們有沒有機會搞改良呢? 20年以前如果是紅二代推動搞改良 那是有機會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正在準備加入世貿 那個時候經濟高速發展 雖然有一些社會矛盾 但是只要經濟高速發展 所有的矛盾都會被掩蓋下來 都會被沖淡 那個時候是進行改良的最好的時機 甚至是到十年之前進行改良的這個機會 少了很多,但是還是存在的 那個時候老百姓有一些不滿 但是沒有說不滿到還要爆發這種程度 而且那個時候經濟狀況、經濟發展的速度還行 但是在那個時候中共體制內 沒有任何一個派系推動改良 現在改良的時機已經完全沒有了 條件已經完全沒有了 現在紅二代想改良已經太遲了 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這個模式 已經走到了盡頭了 這是什麼模式呢? 這個模式的主要的特點 就是政府人為的壓低勞動者的收入 降低勞動成本之後 就可以製造大量的廉價產品 然後把廉價產品向全世界去傾銷 這個模式過去他們持續了30多年 現在已經走到盡頭了 現在國際市場已經開始抵制了 而國內的需求又沒有辦法提振起來 因為老百姓太窮了 工資太低了 自己生產的東西自己消費不了 這樣就造成了所謂的產能過剩 下一步自然就是要減縮產能 就是要減小生產 這樣就爆發了經濟大蕭條了 甚至是經濟大崩潰 十年、二十年之前海外有市場 所以這種模式可以維持 那個時候中共也可以賺很多的錢 統治機器有龐大的經濟上的知識 可以正常的運作 底層的老百姓也可以謀生 那個時候中產階級也有機會發個小財 那個時候進行政治改良 遇到的阻力會比較小 那現在這一次這個大危機 會讓中產階級大量的中產階級變成平民 會讓大量的平民遭遇到生存的危機 現在大家都怒氣沖沖 而且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是大幅度的減少 龐大的統治機器就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所以說這個時候沒有辦法改良 改良就是著死 做一個簡單的推演 大家就明白這個道理 如果是中共開放言論自由 取消對互聯網的管制 我敢說不出一個星期 全國各地的老百姓就會走上街頭抗議 就會衝擊政府就會爆發革命 所以這些紅二代 他們對於時局的判斷 是對了一半 錯了一半 對的就是 他們認為現在現狀維持不下去了 必須得改 錯了一半就是根本不可能改良 只可能有兩種狀況 你要嘛就是這個政府極端的高壓 把老百姓給壓住 要嘛就是徹底的革命 那紅二代他們所希望的那種由他們主導的改良 根本在這兩種選擇之外根本不可能發生 現在還在幻想改良呢 這就說明紅二代的這些人呢 劍實還是有問題不夠高 不要說跟民主派的人士相比了 就是跟王岐山相比啊 他們都還差了一截 王岐山在一二年的時候啊 曾經給中共的這些高官呢 推薦過一本書要他們去看 叫做《舊制度與大革命》 這本書呢 講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啊 那個時候波旁王朝 他們最專制的路易十四時代沒有爆發革命 最腐敗的路易十五時代也沒有爆發革命 但是到了路易十六執政的時候 他比較開明 他也在進行改良 結果改著改著革命就爆發了 王岐山就是提醒他們 別想改良了 咱們繼續實行高壓 王岐山這個人呢 壞確實是壞透了 但是他比那些正統的紅二代呀 還是要聰明一些 不過他也是一些小聰明 缺乏大智慧 不知道這個世界潮流浩浩商商 根本阻擋不了 而且呢 王岐山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長於謀人短於自謀 他幫習近平打倒了一大批敵人 結果呢 自己被吐死狗噴 現在呀 受到排擠了 被邊緣化了 估計他現在心裡面非常的後悔 肯定也是想把習近平給幹掉的 所以說他跟紅二代之間有合作的基礎 當然啦 我在這裡呀 說這個改良的道路走不通 並不是說 紅二代就應當無所作為 如果是無所作為的話 那麼紅二代整個的這個群體 他們就死定了 就會死得非常慘 因為中國未來 兩條道路嘛 兩個可能的方向嘛 第一個就是習近平極權成功了 建立了北韓體制 繼續對人民實行高壓 第二個就是極權不成功 習近平被民變、政變、兵變所推翻 中國爆發革命 無論是哪一條道路走通了 紅二代都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生存危機 如果是習近平成功了 他繼續搞極權 那麼最後他勢必要對紅二代下手 要把他們消滅得乾乾淨淨 因為極權就意味著 不允許其他的人擁有權力 不允許其他的人佔有資源 就意味著 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而現在除了習近平集團之外 擁有最多資源的、最大權力的 那就是紅二代 所以說紅二代現在是習近平集權的最大障礙 那麼即使是其中有一部分人 主動的把自己的權力 把自己的資源交出來了 還給習近平了 那也只能暫時保一條命 但是他們和習近平之間的地位變了 他們變成了習近平的奴才了 習近平只要對他們稍微有所懷疑 那就可以隨時取他們的性命了 在斯大林時代 斯大林手下的那些高官 90%都被肅反了 要不就槍斃了,要不就坐牢了 那麼紅二代他們自己的父輩 很多人也是被毛澤東整得死去活來 如果紅二代不接受父輩的教訓 不了解共產主義的歷史 那麼最後結果他們就會和父輩一樣 就會自掘墳墓、自取滅亡 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中國人民起來革命了 或者是體制內其他的派系發動了政變、兵變 那麼紅二代也會被清算 他們也會把紅二代過去所搜刮的 那個名子名膏全部沒收 即使是你轉移到海外了 最後也會被追討回來 即使是你跑到天涯海角 最後都會遭到審判 因為你要想保得住海外的財產 就一定要得到西方國家的庇護 而西方國家要給你承諾 那你就必須得在中國的變局當中起到作用 必須得起到關鍵作用 這是你們跟西方國家談判的籌碼 要不然人家為什麼要保護你們呢? 為什麼要為你們去得罪所有的中國人呢? 去得罪未來的中國政權呢? 那麼怎麼樣才算有所作為呢? 那就是你們主動革命 一方面和美國和其他的西方國家 趕快進行聯絡,取得他們的支持 一方面在國內趕緊進行政變兵變 把習近平拉下馬 現在形勢已經是非常的緊急了 經濟很快就要完蛋 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經濟崩潰 在經濟崩潰發生之後 習近平肯定會立即實行這個戰爭時期的經濟體制 那就是要把紅二代的這些財產都給沒收了 然後對全國實行佩戟制 贏得社會底層的對他的支持 然後還配合一系列的其他的軍事管制措施 大鎮壓 總之大形勢已經決定了 習近平必須得打擊紅二代 震懾團派、震懾江派 這樣他才能夠穩定住黨內的局勢 然後呢 他開始鎮壓民間的反對派 穩定住社會底層 這樣才能夠成就他自己的極權獨裁 那紅二代同樣的 你也可以打擊習近平 換取自己的利益保障 先通過政變兵變把習近平給打倒了 跟美國西方講好條件 然後迅速的還政於民 這樣美國和西方就會保證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如果是做得好 甚至是他們都有可能得到中國老百姓的原諒 不追究他們過去所犯下的那些罪行 包括政治上迫害人民的罪行 包括經濟上掠奪人民的罪行 如果是得到原諒了 那麼他們甚至是可以在未來的民主制度下 繼續掌握權力 即使是得不到國內人民的原諒 那麼至少美國和西方可以為你們提供保護 這些國家都是很講信用的 他們會保護紅二代 今後世世代代富貴平安 明白這個道理 紅二代今後才有活路 這是他們唯一的活路 從各種跡象來看 紅二代還有中共體制內的其他派系的一些人 現在都在準備為打倒習近平做一些準備工作 我相信今年動手的可能性會非常大 這個話題今天就不展開來說了 現在只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民間的民主派對這些中共內鬥應當有的態度 我的觀點是只要這些派系的人 他們是反習的那我們就要支持 有些朋友認為不應當反習 因為其他派系的人上了換湯不換藥 甚至會比習近平更壞 共產黨的政權會維持得更長久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因為習近平倒台之後沒有人能夠上台 最多也只是短期的過渡一下 習近平倒台之後中共必然滅亡 為什麼這麼說呢? 習近平現在是集中了絕大部分的權力的 他一倒台就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 要想填補這個真空 中共體制內的各個派系 他是根本沒有能力的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迅速的達成一致 一定會互相增強 更重要的是當中共權力中樞不穩的時候 運作混亂的時候 它的中層和基層就會失去方向 甚至是會陷入癱瘓狀態 而這個時候 社會上積累的各種的矛盾 就會迅速的爆發出來 就會形成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民變 在民變當中民間的新的政治勢力就會迅速的發展起來 然後這些勢力又會和體制內的一些勢力 大家互相縱橫百合 那麼最後形成新的一個政治權力的格局 那個時候中共過去的權力架構就被打散了 就一去不復反了 所以說現在只要把習近平拉倒了 那新的一個時代就開始了 紅二代在這個時代當中 他們可以有能力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他們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把習近平打倒 這些方法防不勝防 陳平這一次轉發公開信裡面說的 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 這算是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太容易被防範了 所以說應當只是一個幌子 這是民修戰鬥 我相信這個時候還有很多人正在暗渡陳昌 今後我們有時間來講一講各種政變兵變的套路 歷史上的和現代世界的 我也知道我們民主派有很多的朋友 國內的朋友跟紅二代是有接觸的 我希望這些朋友大家在跟紅二代接觸的時候 一定要鼓勵他們 一定要把民主派的基本的理念講清楚 就是說我們追求的是次度變革 而不是說對共產黨要趕盡殺絕 在民主化過程當中起到了作用的那些人 帶頭搞了政變兵變的那些人 保護了街頭抗議民眾的那些人 那就是為民主立了大功 過去他們即使是犯了再大的錯 他們貪腐了再多的財產 都不會追究 就是錢嘛,拿過去好了 再講講這個任志強 前兩天已經有消息出來說他處境還不錯 現在生活待遇不錯 吃飯還有午菜一湯 還有親屬陪伴 陳平也說了,說根據他的判斷 習近平這個人應當不像毛澤東那麼狠 應當不會對於任志強下毒手 那我覺得現在任志強沒事這是肯定的 雖然這個消息沒有得到確實,但是我判斷 應當不會有事,因為任志強他是 紅二代的算是一個代言人發言人 那麼如果是習近平對任志強下毒手 那就等於是向整個紅二代宣傳 而他現在還沒有做好準備 或者說時機還沒有到 他還沒有,現在就要向紅二代開戰 所以說他對任志強會留一手 但是這並不等於他永遠不對任志強下手 等到他準備好了,或者等到時機到了 他那個時候不僅僅要毒害、要謀害任志強 而且要對整個紅二代下手 那是一定會發生的,那是中共內部的利益格局決定的 是中國政治局勢決定的 大家千萬不要有任何任何的僥倖心理 如果是任由他這麼搞下去 任志強會很慘,紅二代整個群體會很慘 那麼只有一個辦法可以阻止他 就是紅二代先向習近平下毒手 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這是政治鬥爭當中顛撲不破的一個真理 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個真理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想繼續探討的朋友請留言 謝謝各位,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介紹介 Kushje